警銷道場是趕快拉起繩索進行救援 因為一名年約61歲的陳姓男子 當場是連人帶車跌落大排水溝內 是造成他頭部以及手腳有多處的擦措傷 以及頭部有流血的情形 那麼據瞭解當時這名陳姓男子 一次是因為撞擊力道大 整個臉部是有受傷的情形 當下生命垂圍 情況相當的緊急 還好大家第一時間將他拉了上來 送醫救治 代替一段警方訪問 好那這次發就在1號的上午 可以聽到原來當時陳姓男子 沿著174線往台南下營方向騎車 不過當時似乎是身體不舒服 才會一度的跌落大約一層樓高的大排水溝 那麼當時還好遇到警方正在清除環境 整理內外的雜草和積水的容器 才會聽到這名男子求救聲 趕緊救人 才沒發生漢事